所以整個來說 安寧房和療婦 他的精神就是預防受苦 經由良好的溝通 靈性的支持 情緒實務的支持 避免身心靈社會的痛 醫院裡面 目前我們過去上 從疫情一路交上來的 都在學身體的痛 心理的痛 靈性的痛跟社會的痛 大部分都沒有教 那我自己的幾乎全部都從病人身上學來的 也像病人用在生命教你 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一年多以前我記得是 去年7月吧 然後他就請我去 你去跟我媽媽談一談好不好 我媽媽已經94歲很固執啊 我又不知道怎麼跟他談生命末期的事情 那我就去了 去他家裡 說阿嬤 我 你阿嬤阿嬤的朋友啦 說阿嬤請我來 給你 我醫生啦 你跟醫生 我說我怎麼這麼沒生醫生 我說我用醫生我育長啦 我說 阿嬤就在煩惱說 萬人的安鑽你不知道什麼想法嗎 他說我都跟他講過啊 我就看看我朋友 我朋友說 我跟他講過啊 不要急救啊 我現在開始要安鑽 照你的一半鐘要急救 我都不會啦 他中風兩次 他只剩下一隻手會動 但是講話講得很清楚 然後 然後 他就說我就這樣就很麻糟 很麻糟 很麻糟 阿嬤的家 我說阿嬤 你 你沒什麼去求你要簽呢 沒人跟他講啊 那天我就 他就簽了 我說媽媽也跟你講不急救嘛 阿嬤就死在這裡 OK嘛 他說我媽媽有講說不到醫院去 然後說你趕快在花蓮要找個醫生啊 萬一怎麼樣說他能夠處理至少 不要讓他不舒服他不舒服可以用一些藥嘛 他說有了他有一個很要好的醫生朋友這樣子 今年 大概 五月底 又找我去 我問他是怎樣 又沒有最近都不吃了 他說媽媽體重從34公斤掉到31公斤 我說其實這種老人家不吃就是最後的時候不吃不喝其實是蠻正常因為我們身體的能量重新分配過 他說 我想把他擦比二可是又怕他罵我啦 我說你一定要跟他談的啦 你媽媽自主性這麼強的人喔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開口 我去我去 阿嬤我再來啊 他說你嘴骨怎麼比較胖呢 我說我不好 阿嬤你嘴骨這麼散喔 他說你怎麼聽過了 仙峰大鼓你怎麼聽過 他講我脖子脖子就脖子掉了 他說喔喔喔對 他說那像你這麼大口就脖子不掉了 他講我 你無法讓你討養的 我現在喔 沒什麼多年了 帶小禮家 這很正常的還是不是 你才沒討養的 最近我們有一些學生去北歐回來說 其實我們的想法很奇怪 我一直把我們年輕的想法 就加注到老人身上去 他們就跟北歐的老太太談說 哎呀你怎麼都不吃 是要營養不良 老太太跟他講老人營養不良 你是不知道本來就營養不良 他說老人有老人的代謝情形 老人有代謝的生活形態 你們怎麼把你們的想法強加注到我們身上來 沒有 我就回到那個 阿嬤 不能是說男人不吃可以炒平坑 你給我炒看看 我的兒子 我的朋友眼淚流下來 媽媽 我知道 同時的在那個 那個我們三個的會議裡面 Skype 一個女兒在美國 一個女兒在日本 然後完了以後 阿嬤說 姐姐這樣子聽懂了 然後兩個姐姐就說 媽媽我們知道了 上禮拜打電話給我 先說謝謝媽媽走了 走得漂漂亮亮的 就跟你講的一樣 睡夢當中就走了 死前 那個身體的水分 什麼樣是適當的 他以後有機會 這個 假設我們有長輩或是 自己看一看自己的皮膚 要死前皮膚繞繞就對了 皮膚如果緊緊的就是水太多了 大家知道意思嗎 身體在脫水的狀態 死亡過程才會舒服 要不然 就會那個死前的喉民 現在是知道的是這樣子 要死前 你身體的水分是要偏少的 脫水的狀態 死的時候才會舒服 這個目前的共識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一年之內死掉 你覺得合理啊 那他就進入生命末期 那請你用生命末期的想法 來幫忙他 跟他相處 就開始要知道 因為他的 對於死亡議題 他的 他自己的編號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事情沒做完 所以 我們現在因為介入 病人的死亡就越來越早 那如果我們把死亡分成四期 一個就是 決策期 一個是穩定期 再就是平死期 平死期就是 那個那個 最後的 那一段 快則一天 慢則十四天 然後呢 一個是死了以後的悲傷輔導期 所以 平常啊 在決策期都做好決策了 那圓夢期的時候 欸 就是那個穩定期 穩定期就常常碰到什麼 病人想要圓夢 這樣故事一堆啊 前一陣子碰到一個 我老師的哥哥 然後呢 身體不俗就到我們醫院去 然後呢 過兩天我去看他一看 怎麼瘦成這個樣子 就一看 哇 看來末期 然後呢我跟他聊一聊 他說 我知道了 這一定賣蜜 從 八十幾公斤瘦到剩下 快要不到五十公斤了 我說 太難了 真的是 他說你什麼想法嘛 他說是第幾期啦 我說 就是第四期就是末期啦 他說就這樣就好了 你就跟我弟弟講說我已經知道了啦 我就問 醫療團隊說 老師 我老師 他說老師知道 我說有沒有人簽字啊 我說沒有啊 是因為你的老師都沒有人敢跟他講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後來我就直接問 那個老師的哥哥說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他說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我就是要安寧啊 我就跟我們團隊說怎麼會沒有 趕快拿來給伯伯簽啊 結果簽完了 你看還多久 我說應該兩三個月啦 夠了啦 夠了啦 兩三個月夠了啦 我說他什麼願望完成沒有 他說沒有 我一輩子就一個人 然後我弟弟很照顧我啊 他說其實他很久沒跟他媽媽見面了 換不下媽媽 我說怎麼辦呢 我說先等一下 你個人有什麼願望沒有 他說沒有啦想要喝酒啦 我就愣住啦 他說想要喝什麼 他說沒這麼多喝米酒好不好 他說好啊 他說要喝什麼 他說金牌啦 我就拿五百塊給伯伯長 去買六瓶金牌啤酒 伯伯長就愣住了 然後就說院長醫院不能喝酒 我說沒關係啦 我說醫院也沒賣酒 我說去外面買啦 然後你知道我們那個副理長 到那個門口 播電話給副理部主任 包括副理院長說叫我去買啤酒 要給那個誰 哥哥喝啦 我們副理部主任問他說有沒有小菜 副理長比較不知道怎麼辦 副理部主任是老安寧的 他為什麼要想要染我 你應該沒有錢 我記得賣酒